在广西一种理财产品号称三年赚二百倍 有人居然就信了 就是家里面老人拿那个 拿我们家人的卡 拿卡去刷的时候 就知道他奇怪这么大的金额 用来干什么 后来才知道 就是说加入这个元素猫去买一个什么原始股 前不久 家住广西柳州的王女士反映 家里的老人被人介绍 开始接触一种叫做云树茂的理财产品 该产品声称三年可将成本翻两百倍 也就是说一万块可以变成两百万 如此高额的回报 让王女士心里打鼓 根据王女士提供的线索 记者在柳州北战路民族宾馆 找到了这个云树茂的推广中心 一名自称经理的女子一上岸 就给记者播放了一段激情良意的视频 随后这名女子拿出各种资料 开始向记者推荐云树茂的原始股 据这名负责人介绍 如果按照两百倍来计算 六千股的原始股就有一百二十万的收益 而这两百倍还是最低利润 当记者问到如何投资时 这名女子却说股票还没上市 发展会员才是目前云树茂的赚钱方式 据这名负责人介绍 花一千元成为他们的会员后 如果你推荐两个朋友 就可以分别从他们俩身上 得到两百元的直推奖 另外还能从他俩的层碰奖六百元中 各分到三百元 也就是说如果推荐两个朋友 你就可以回本了 而且他们的会员制度 就像一个金字塔的结构 下面的会员越多 奖励就越丰厚 一到五成都是这样来拿奖金的 很轻松的 因为团队做大以后 他们也要发展 他们也想赚钱嘛 像的话我们像 随话在我们这里的话 云树茂这个平台 一个月赚到几万元很正常的 而就在这名女子 向记者介绍情况的时候 记者发现 不时由老年人结伴来听课 一位老人还当着记者的面 在没有任何收据 凭据的情况下 将厚厚的一达人民币 交给了这名女子 抓一十块钱啊 是啊 会员又是股东 而一些已经加入这个组织的人 也在一旁游说记者 记者在网上搜索了一下 相关新闻显示 云树茂2013年被公安部列为 十大传销经典案例 天津河北上海等地的 云树茂联盟网相关人员 因为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 被公安机关逮捕 国内多家媒体 曾先后对这个云树茂 进行过曝光 随后记者立即报了案 12月1号上午 在柳州市民族宾馆 执法人员控制住了 这个云树茂联盟的主要成员 并在现场查获大量 关于云树茂的宣传资料 和原始账目 执法人员初步认定 该组织名义上从事商贸活动 实际上是发展会员 向会员推销并不存在的 云树茂原始股 涉嫌传销诈骗 非法交易股票等罪名 目前对这一案件 相关部门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